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出来 开拓者今年有两个手轮签 一个自己的炭花签 一个来自尼克斯的23号签 现在就看球队如何抉择了 是围绕今年的炭花重建球队 还是用选秀权换集站立给利拉德寻找帮手 从总经理的发言来看 开拓者选择后者 一个篮球训练师 开拓者球迷发推 所有低估三号签并要求交易利拉德人闭嘴巴 你们是怎么 回事 我们吃了这么久的苦 难道要接受这种结果 拜拜了 利拉德转发并评论 如果球迷们想要交易我 那就写请愿书并发出来 文班亚马已经锁定状元 布兰登·比米勒和斯科特·比亨德森 都有机会成为榜眼 剩下的那位大概率成为炭花 今天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位新秀 先来说说布兰登·比米勒 出生于2002年11月22号 身高2米06 再高顺位新秀属于岁数大的 米勒就读于阿拉巴马大学 本赛季在NCAA场均18.8分8点2版2.1柱 0.9段0.9帽 三项命中率43% 38.4%和85.9% 米勒是个足尺寸的封线 他的选秀模板是保罗·比乔治和大乔·布里奇斯 以米勒的个人能力 很难成为舰队基石 米勒的三分投射和后撤步跳投非常出色 本赛季他提升了防守能力 也有着不俗的自主得分能力 比较符合现在的篮球趋势 当然米勒也有缺点 体重只有91公斤 对抗不足 投篮选择容易上投 爆发力中等偏上 不算顶级 最后来说说斯科特·比亨德森 他出生于2004年2月3日 比米勒小一岁多 本赛季亨德森效力于发展联盟的点燃队 身高1米91 臂展2米05 是一个爆发力极为出色的双能位 亨德森选秀模板是微少和罗斯 大家应该能猜到他的打法 亨德森本赛季 在发展联盟场均16.5分5.3篮板6.8助攻 1.1抢断3.45 三项命中率42.9% 27.5%和76.4% 亨德森的爆发力和传球视野一流 垂直起跳高度达到了112厘米 但他外线投射能力不足 此外失误也太多了 谈到自己被开拓者选中的可能性 亨德森说 我想我在开拓者能得到锻炼 我不需要一直占有球权 当时机来零时 我可以大杀四方 跟米勒比起来 亨德森的技术相对粗糙一些 有点像等待打磨的普玉 但亨德森的上限更高一些 别忘了 黄蜂我有榜眼签 黄蜂选了之后才轮到开拓者 你觉得黄蜂会选米勒还是亨德森 来搭档三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